谁提出的要结婚 我 你胆挺大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过吗 想给她幸福 想以后好好和她过日子 不是让她给你面子吧 看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带回去 给我的那些长辈们磕头 看看我多有面子 是吧 不是 那你偏偏这么要 对吗 你就要她顺送你 看去 帮忙去 是吧 给面子嘛 对吧 我知道你那种想法 但是我们不光要面子 我们还要懂情啊 就像人家的父母 好心好意 给你体贴 给你照顾 然后倒给你们钱 这种感觉 你没有感觉到很亲近吗 如果没有 你其实不应该 向她提出结婚的 因为你太不成熟了 什么是家人 什么是外人 什么是有敌意的 什么是有温情的 这你都分不开啊 情商太低了 我们可能见识不够 我们可能现在暂时 没有找的工作 都不要紧 你只要有一份情商高 你就可以在这社会上去 混得很开啊 很多人都会认可你 怎么叫认可你呢 你得先给别人面子啊 你不给别人面子 别人怎么会给你面子 如果说你跟你的漂亮老婆说 媳妇帮忙什么 人肯定去啊 哪有哪有大声说 快去 好像你多威猛 这种面子都是虚的 实实在在的是说 我们能够让我们周围人都开心 人家一定也会 让我们开心的将心比心嘛 姑娘 为什么辞职啊 很多原因 好多原因是吧 说不清楚就辞职了 你有想过这家庭 如果没有收入怎么办呢 有一些存款啊我俩 然后他找着我也找着 随时都能找到我 随时都能找到 然后我都有存款的 你们就把现在状态 当成谈恋爱吧 至少我们有家庭 不管是男是女 都有一份责任感 都会想到 如果另一半没有工作 我也要辞职吗 我得能受委屈 不要以为这个所有的家里外面 都要包容你 都要让着你 你得学会抵头 你得能够知道 怎么体谅对方 人家才能包容你的小性子 让着你不是怕你 是疼爱你 明白吗 你互相多一些疼爱吧 为什么夫妻就要恩爱夫妻啊 懂得感恩 懂得疼爱彼此 好吗 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 是 就这 谢谢曲总 虽然说是您提出的结婚 但是我相信您是被引导的 跟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谈恋爱的时候 她已经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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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